美国总统拜登18号抵达日本 参加在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 拜登助手们携带的公文包中 由美国总统用来下令授权使用核武器的手提箱 引发广泛关注 从19号到21号 日本民众在多地举行抗议集会 反对志气峰会 反对战争 抗议核武器 这个手提箱被人们称作核按钮手提箱或核手提箱 是某些拥有核武器国家的领导人 独有配备 随身携带和具特殊设计的手提箱 核手提箱其实并非美国总统独有 俄罗斯总统 英国首相 法国总统等国家领导人出访时 也会携带同类的核手提箱 据纽约时报对核按钮手提箱的揭秘 美国总统的核手提箱里 一般装有以下四样东西 一部安全保密电话 不受外界信号干扰 可接通五角大楼核战中心和美国各空军指挥部 一本被称为黑书的三十页说明书 一份在遭遇核袭击后 美国总统藏身地的清单 一张总统身份验证卡 这张卡是启动核弹的关键 美国核手提箱 外表像黑色皮包 黑皮里面裹着的是超坚固的钛金属包 这个金属包由美国泽洛哈利波顿公司专门制造 该公司还曾为美国航空航天局 定制过太空旅行箱 帮助阿波罗11号上的宇航员 从月球把陨石样本带回地球 美国的核手提箱最早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出现出行 肯尼迪总统经历古巴导弹危机后 下令设计一个核按钮手提箱系统 从此只有美国总统才有权力下达使用核武器的命令 如今核手提箱已经成为美国总统军事权威的象征 在新总统宣誓就职的当天 权力交接的仪式中就包括核手提箱的交接 通常核手提箱都被一个特殊的钢制手镯 牢牢套在保镖的手腕上 外人无法抢走 保镖也不会离开美国总统半步 此次拜登提着手提箱降落广岛引发全球关注 日媒表示虽然核手提箱不离身是惯例 但拜登完全可以采取更隐秘的方式 不必要伤害广岛民众的感情 美国曾于1945年8月6号和9号向广岛核长期空投原子弹 有数据显示 因核爆造成的伤亡和受害者多达数十万 核爆产生的放射性物质与灰尘水气凝成黑雨降落 民众因被黑雨淋到或使用被黑雨污染的水浓作物而罹患疾病 截至本月 依然还有广岛原子弹黑雨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 看视频上封面